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魔術師帶你享受世界 澳門人山人海, 這次帶你們去吃, 不是吃牛雜, 不是吃葡萄 我會和大家遠離人群, 我們會吃一些有葡國風味的菜和有澳門特色的菜 去片之前, 幫幫忙記得訂閱, 讚好和分享 我們現在來到很出名的旅遊聖地, 觀也街 有片有真相, 不是開玩笑 由一月中, 到農曆新年至今, 人流只好真無減 越來越多遊客去到澳門玩 尤其是現在這條叫觀也街, 我相信去澳門的朋友都會去過 非常非常多人 而多人的情況, 包括裡面的牛雜, 蛋撻, 水蟹粥, 全部都要排隊 甚至乎我想去巨記買一些手信 都嚇死你, 全部是搶購一空 剩下什麼呢? 剩下曲奇餅 還有一些不是那麼年本的產品 還有豬肉乾是掃了, 沒有 牛肉乾還要賣到二百多元一磅 依然是排了長龍賣 可想而知, 缺貨缺到不得了 還有真的很多遊客 簡直是供不應求 如果大家見到合心水的, 就快點買, 不要等了 今天雖然是星期一, 但是觀也街 完全不像星期一 好像星期六的一樣 人山人海 我們很幸運, 見到過百年歷史的房間 沒什麼人排隊 馬上排隊就買了一些杏仁餅 因為我老婆很喜歡吃杏仁餅 而這間房記更名獲米之前推介街頭小吃 而其中一隻杏仁餅 裡面有蛋黃和肉餡 相信現在不是那麼多餅店會做的 好, 買完餅之後 我們決定離開觀衙街 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在觀衙街走到最後 然後右轉就試試找餐廳 看看食物 下下就見到一間叫 觀景正宗葡閣餐廳 門面有多漂亮 而且它還有一個午餐套 所以進去試試 這間房間餐廳的裝修 很典型的舖國風味 門口很大張紅綠色的角旗 如果你有看屍郎踢球 你就知道角旗是怎樣 用上紅白色格仔桌布 還有一些專長 配上裝飾 打卡就非常漂亮 這間午餐都挺划算的 我們一宗叫了兩個 每個都是98元 還有前菜、主菜 還有飲料 可以選擇可樂 還有啤酒 但是這間餐廳 晚上的價錢 跟外面是有得揮的 下手吃 很棒 再來就是主菜 葡式咖喱雞 配上白飯 這個簡直是絕配 這些咖喱很香 雞也挺滑的 這些咖喱不算太辣 不寫辣的都可以寫得到 就是跟我一樣 再加上剛才有些包送給我們 再加上咖喱汁吃 哇 一流 第二份的前菜就是馬戒優球 吃葡的菜怎麼會少得這件事呢 外面就脆脆 裡面有些薯仔和馬戒優 它的薯蓉很滑 馬戒優的味道不太濃 挺適合我吃的 再來主菜就是 燒黑毛豬腩肉 還有脆脆的薯條 最驚喜的是 它的豬腩肉的皮 特地很脆 還有很入味 或者就是多骨 不過如果用98元的餐來講 就非常之超值了 整體而言 這間餐廳 性價比最高 當然要吃它的午餐 這個很重脈味 很重 很喜歡這個 提醒大家 它的午餐套是 是逢星期一至五才有的 就是由上午11點半 到3點 還有中間它會有下場時間 夜晚是6點才開 星期六日全日都持開 吃飽 到處遊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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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海 至於有什麼驚喜,記得留意下集的酒店開箱 在酒店享用完設施後,再做SPA後 又肚餓了,又出來找食物 今次我們去了漁人碼頭,找了吃的那間強忌火鍋 這間有什麼出名呢?就用炭腦火鍋 強忌火鍋之前在關前街開檔 以大排檔方式經營,但後期澳門政府不批 所以輾轉就搬到漁人碼頭擺檔 當中有些小風波,不過不要理會它 最重要是這間店是好吃的 但是漁人碼頭的風景和環境更好 所以這裡就吃得非常開心 你不要想著大排檔就落後 點餐居然是用手機程式 方便了,還有省人手 我們選擇了最出名的椰子雞煲 加上炭腦,真是非常入味 哇,那些雞是不是很棒呢? 我隔著螢幕也想再回去吃 這煲椰子雞煲全隻,售價是$268 其實它還有羊腩煲和豬骨煲都很受歡迎 看你們的口味點吧 好,吃得了這雞 這雞是非常入味的 正所謂雞有雞味 它還有椰子味,完全不用調味料就可以吃了 肉質也挺彈牙和挺滑的 肉質也挺彈牙和挺滑的 我們叫多一碟釣龍試試 屬於牛的背部位置最少脂肪 成為$98 吃下去的口感也不錯 唯一是切得比較散一點、小一點 如果大大片就好了 不要錄那麼滑,有點硬 其實兩個人吃就差不多了 不過我看到餐牌上也有些小炒 我們叫做一碟時椒炒鮮油試試 試完之後,真的覺得香港的小炒也比較好吃 所以來到這裡,也要吃回雞煲和火鍋 你看看,最後我們是清了整鍋 其實在香港用炭桶打火鍋已經賣少見少了 所以如果來到澳門,不妨來這裡試一下 因為它的環境非常好 在座落這個漁人碼頭 那天就比較大風一點 它就落了一些帳篷,差一點點 但如果沒那麼大風的時候 對著海,用火鍋打火鍋,真正正 早上在酒店吃完早餐,游了水之後 又再出來覓食 今次就去到這個營地街市 它的位置非常接近這個議士亭噴水池 走入一點點就會見到 我建議大家上去的時候 就坐升降機,不然走這個扶手梯 就有時間轉了,而且要經過街市 不過如果想參觀街市,也可以試試 牛雜,豬扒包,咖啡 哇,太強烈了 這裡的街市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店 賣不同種類的食物 有牛雜,炒粉麵,豬扒包都有 而這裡的特色是什麼呢? 而且我挺喜歡的就是 所有的位置都可以坐 不用說一定要對正店鋪門口 才可以吃這個東西 比香港便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有去過香港大排檔吃東西 吃明記,只可以坐在明記那裡吃明記的東西 你去蒸記,就要去蒸記那裡吃 所以就不太方便 這裡就統一了,會有些遮遮收碗 所以你坐哪裏都可以 這裡都有很多年歷史 我每一次來澳門都會上來吃東西 還有喝一下這個阿布咖啡 這次我真的比較失去預算 一來我就晚了,三點才來 二來就多了很多遊客上來吃 因為我當年上來的時候 通常都是一些澳門地人 現在因為有小紅書推出 他都會推介這裡 所以如果你下次來的時候 我見你早一點,可能11點左右 你又上來吃 牛雜我就光顧了子雞 子雞在澳門都非常出名 你看他人龍越爬越長 這裡阿布咖啡有兩檔 又有聖記和強記 但是聖記一早已經賣光了 所以已經收工了 而強記咖啡都賣光了 剩下奶茶 那也好,還可以喝 我們太遲累了 好啊,麻煩 好啊,謝謝 好,謝謝 子雞的牛雜非常入味 湯是比較清一點 而且看到他也洗得很乾淨 不知道為什麼呢 去到澳門,每間牛雜店都排長龍 因為可能是旅遊心態 去到外面都想試一下 香港很多牛雜都很出名和好吃 如果你有試過的話 你覺得好吃就告訴我吧 再次就試一下他的豬扒包 豬扒包不需要多說 來到澳門一定要吃 再來就是陳光記燒鵝 這是黑椒燒鵝 你不要想到這裡有人賣 我們途經買了才上來吃 吃吃應該是這樣吃 我們兩個人通常叫下莊吃 成為二百三十元 他曾經連續九年獲得米芝蓮推介 連台灣、香港都有分店 不過現在只剩下澳門這間 這集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吃得開心些 吃也都不肥啦 記得訂閱、讚好 和分享給懂飲食食的朋友 下集酒店開箱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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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